毫無疑問 今季大盤的焦點會放眼於新世界大圍站上蓋的項目 我們胡說樓市早前收到不少谷有查詢 想知道這個盤的簡勾秘訣是怎樣 其實我們之前也做了一個很詳細的簡勾爛人包 放在官網上高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大圍站上蓋之所以這麼受觸目 都不外乎老生常談的三個字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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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就算真的讓你買到地段也好 有些東西你未去到任何一刻也未必會知道 就像以下這個盤同樣都是鐵路站上蓋 但有些東西未去到任何一刻也未必會看得清楚 想知道是甚麼都歡迎來到官網 Woochapop.com.hk 或者去到我們的Facebook Platform YouTube Channel 或者去到Yahoo自家製胡說樓市藍目 都可以找到相關內容 如果大家有甚麼收到的奇聞 或者有甚麼難題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告訴我們 究竟我們所說的這麼特別的裝置樓盤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新地在南昌站的匯曬三旗 我們馬上去看看究竟它有多特別 和看看它的鹽流結果 這個是匯曬三旗一個354呎的一房單位 其實進來單位你會看到一個小小的圓罐位置 入門口的這邊這個位置都做了一些儲物櫃 還有這邊是做了一個雪櫃 放一個雪櫃在這裡的 再過來你會看到一個L形式的開放式廚房 這邊的台面會比較窄 所以大部分的廚房工作都應該會集中在這邊這個位置做 亦都因為這樣所以發展商都將在芯盤上加上一塊板 去增加這個工作的台面 然後揭開芯盤的板 所以亦都因為這樣 它是要做一個叫升降式的水龍頭 你一定要很懂得怎樣去運用這個水龍頭 你要升高它你才可以移動 不會是滑下去的 第二就是如果你用這個水龍頭的時候 如果水不小心淺下來這個位置的時候 當你關上它的時候 水有機會流進櫃底下底的 再過來這邊看看 這邊就是客飯廳 地下也鋪砌了一些地磚 其實我們都驗過每十一期 當時磚和磚之間的掃喉 你會看到有很明顯的色差 今期是有少許改善的 它現在的色差沒有那麼明顯 不過其實我們都會看到有深淺不一的顏色出現 再出去露台看看 其實這個單位就是有一個挺大的露台 你會看到外面其實都會看到整個九龍區 去到西九龍一帶的景觀 其實我覺得它的露台的圍欄也挺高 因為其實根據法例的規定 其實露台去到地面之間應該是1.1米 但這裡似乎是超過1.1米的水平 因為其實去計算就是由這個位置開始計算1.1米 所以現在連同這個位置 所以它是超過1.1米的水平 其實再看看露台 它有一個玻璃窗 還有一個玻璃的門去組成 我們會看到這個玻璃窗上都黏了很多黃紙 其實那個影響性又會在哪裡 還有是不是一些瑕疵 這裏外面的玻璃窗上都黏了很多玻璃窗 如果這個剛好是玻璃窗對底 其實玻璃窗會遮蓋了一些水 這個窗門雖然有外框有洞 但這會比較少漏水的風景 你看這邊我們右邊的位置 其實有一條膠邊 而左邊這裡其實就少了一條膠邊 還有下面這個位置也是有的 這條膠邊其實主要有防水的作用 如果少了一條的話 其實業主有機會是比較容易漏水的 再過來這個睡房看看吧 進入睡房之前 你會經過打開一條拓門才能進去 其實這個單位的拓門 都包了很多鏡框在這裡 但使用上的就要小心了 因為我們輕輕打開的時候 都印了一些手指毛上去 其實如果你要打開它的話 或者清潔它的時候 都要用一些比較軟的毛巾和絨毛去抹它才可以 而且都要小心刮花 因為當你刮花了的時候 就很難去修補 再進來看看 例如睡房的位置 這邊是做了一個廁所 這邊是睡房 這邊這個位置 發展商做了一個到頂的衣� 所以護主也不需要再花錢去買衣� 但唯獨是上高的位置 這個櫃就算我踩高腳 其實也是硬地才可以開到這個櫃門 所以聽業主說 發展商都安排了一條梯 讓他們可以爬上去 讓他們爬上去 但這條梯就算我踩高腳 其實也是硬地才可以開到這個櫃門 所以聽業主說 發展商都安排了一條梯 讓他們可以爬上去拿東西 但這條梯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用 所以我想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這條梯只有兩級 所以我走上去 其實我沒有錯 我是開到門的 但我只能拿到這裏很淺的位置 再進一些我都拿不到 如果再上梯的時候 我根本就算用這條梯 我都拿不到上高的物品 再過來睡房看看 睡房其實也是方方正正的設計 進來睡房的時候 也有門 但它用了三折的玻璃托門 跟我們睡房之前 那道門有點不同 究竟在使用上 又會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你會看到 外面的房間是用一個拖門 但這個是三折的拖門 其實有不同的位置 三折的拖門可以開大一點 佔的空間會比較小 但三折的話 特別要留意這些拖門 其實會比較容易夾手 所以大家業主用的時候 記得要留意 在睡房的對面就是一個洗手間 這是一個黑刺的設計 但其實它的裝置都齊備 但最特別的是這個棋缸 因為這個棋缸 你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 它這邊是用了玻璃的長身 就不像我們一般用實心牆 洗澡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外面 如果有人經過的話 你會看到一些身影經過 但當然我們洗澡的時候 人家在外面 就未必會看到進來 但我反而最擔心 就是用玻璃長身 究竟日後會不會有滲漏的問題 其實它用玻璃有好有不好 玻璃其實是整件過的 一件過 其實就少了很多瓷磚的碰口位 各樣的東西 其實玻璃碰玻璃 其實就主要靠折膠 如果折膠做得好 其實就很耐用 但如果折膠裡面 離了少許縫隙的話 就有這個流水的風險 如果你說很大力撞下去 其實怎麼都會有機會 如果你說玻璃有少許崩了 碎了或者裂了的話 就因為它是整件的玻璃 就不能像平時瓷磚一樣 一件一件換 但它就要整件這樣換 一個看到但未必用得到的儲物櫃 是否很特別 其實單看樓書 你真是未必看得到相關的裝置 所以其實買一手樓 除了實地考察之外 有時看看示範單位 令你對樓盤的認識 都可以更加立體 當然選好單位之外 自己都要做好財務準備 包括保持良好的信貸評級 否則批出來的按揭息率會更高 其他的貸款優惠會更加少 信貸評級是可以改變的 只要在買樓之前的3至6個月 向環聯查閱評級就可以了 如果發現評級是不理想的時候 只要盡快採取行動作出改善 到真正需要批按揭的時候 就可以獲批更加的按揭條件和息率 我們都有去信發展商新地 主要是針對設計問題作出回覆 包括高身儲物櫃可以增加收納空間 企缸裡的玻璃長身的碰角位都有夾口 而夾口就會用到玻璃滋膠去防止流水 如果大家對今集內容有什麼意見 又或者自己遇到什麼驗留難題 都歡迎到我們的官網 或者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 今集跟大家聊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ahoo Yahoo Yahoo